第28题 甲原子种类 以分子性质 丙原子数目 丁分子数目 物原子的排列方式 化学反应前后一定不会改变的是哪些 我们上学期就教过道尔团的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呢 我们的甲原子种类不会变 我们的丙原子数目不会变 而我们的物会重新排列组合 所以物一定会改变 因为化学反应会产生新的分子 所以我们的分子性质也一定会改变 而我们的数目呢 是可能变也可能不变 所以一定不会改变的是甲跟饼 因此第28题 我们说化学反应前后一定不会改变的是哪些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甲饼